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有没有同学在听老师读这句话的时候就产生过疑问呢? 为什么是plus d'un tan而不是plus d'un tan? 也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疑惑由来已久 我们在一些句子当中啊,可能会见到它有这样的三种发音方式 plus,plus和plus 那这个词在哪些情况下分别发哪一个音呢? 这可能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课件上的这九个句子 让我们暂停课件,自己来读一读 看看plus这个词在这几个句子当中分别应该发什么音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大家是不是读着读着已经有一点晕了呢? 嗯,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s要发音,什么情况下不发音 嗯,那相信同学们,看过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以后呢 就会对这个知识点清晰很多了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关于plus或者plus这个词的发音方式 那要搞清楚它究竟怎么样发音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 它在句子当中所表达的具体意思 那plus这个词呢,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 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总结一下 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首先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最早学到的一个 就是在一些表达否定的结构当中 比如说,ne plus,不在,怎么怎么样 还有对对方的一个否定句 表示负荷,我也不 moi non plus 对方说,je n'ai pas lutter,我不喜欢喝茶 moi non plus,我也不喜欢 那在这样的几种表达方式之中呢 大家刚才听刘宇老师的发音应该也会发现了 在表示否定的时候,这个plus,它最后的s是不需要发音的 ne plus,moi non plus 那我们在遇到具体句子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比较口语的语句当中 把ne plus这个否定结构当中的ne给省略掉了 刚才我们的句子里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到现在这个程度呢,应该能够判断出来哪些是ne被省略的否定情况了 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再回过去看一看刚才那些句子 在具体的分析 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学习到了它的第一种发音方式 如果是表达否定的 那么s不需要发音 我们发plus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呢,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plus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表示比较的时候,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形容词或者副词的比较级 更高一级的比较都会用到plus plus怎么怎么样 que 比如形容词 Jacques est plus grand que Alain 雅克比阿兰更高 plus 就是形容词grand plus grand 那副词呢,也是一样的 alain court plus vite que Jacques 对不对? 这些表达都已经非常简单了 对于我们来说 那我们会发现 如果是用在形容词或者副词的比较级当中 这个plus 最后的s 也是不需要发音的 plus grand plus vite 但是呢,这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 如果它后面的形容词或者副词是以原音或者雅音二是打头的 那么它会需要连诵,对不对? 那在连诵当中呢,就会出现plus这样的发音了 我们通过句子呢,也会更好的来理解 比如说,他比其他人都更聪明 所以,这个需要连诵的情况呢 其实不需要我们特殊记忆啦 我们再遇到这样的句子 应该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这个连诵读出来了,对不对? plus intelligent,plus occupé 所以呢,这个可以算是不发音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啦 和后面的形容词或者副词进行连诵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 也是我们刚刚学到的一个表达 叫做越来越怎么样 还记得吗? de plus en plus de plus en plus 它其实就是在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的基础上 来进一步构成的一个表达方式啦 de plus en plus grand 越来越大 de plus en plus vite 越来越快 de plus en plus intelligent 越来越聪明 de plus en plus occupé 越来越忙碌 这样的一些表达呢 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注意在这个表达当中 第一个plus肯定是会发plus这样的音的 因为它需要和后面的en连诵 de plus en plus 后面的一个呢 则需要根据它后面不同的形容词或者副词来判断发音了 如果是辅音打头的呢 plus 如果是原音或者养音二十打头的呢 plus 对不对 这个连诵呢 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表达出来了 所以这是表比达当中的第一种情况 直接用于形容词或者副词的比达集 那么大方向下呢 它仍然是发plus这样的音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这个呢 就比达特殊啦 我们知道plus 它也可以用于名词的比达 对不对 怎么样用于名词的比达呢 也就是作为buku de 这样一个副词短语的比达集形式 比如说 il y avait beaucoup de gens hier 昨天有很多人 il y avait beaucoup de gens hier 那今天人比昨天更多 我们就可以用到beaucoup de 它的一个更高级的比达 这样的形式 il y a aujourd'hui plus de gens hier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做这样名词的比达的时候 它最后的s是需要发音的 plus de il y a aujourd'hui plus de gens hier 今天有更多的人 包括我们之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用到的课文当中的这句话 现在再来看它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情况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记忆成 如果是plus de加上名词的形式 这里的s都是需要发音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种情况 仍然是表示比较的 我们还记得之前讲到副词的比较集的时候 会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对不对 不是直接plus加副词就可以构成的 而是有它自己的比较集形式 比如说beyan 他的更高级的比较就是mue 还有呢 boku 他的更高级的比较是plus 还记得吗 所以比如说 jacques travaille beaucoup 雅克呢 工作的非常多 这里的boku 直接做副词来修饰travail这个动词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说 Alan比Jacques工作的更多 Alan travaille plus que Jacques 这里做boku的 更高级的比较 直接用plus来表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s也是需要发音的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刚才看到的内容 其实可以简单的这样概括 如果是表否定的话呢 plus 表比较的话呢 分三种情况 如果是做形容词或副词的比较 我们也是发plus 那注意其中plus连诵的情况 如果是对于名词或者动词的比较呢 则会用plus 对动词的比较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作为副词boku 比较极的这样的一个用法 比如说我们例句当中 它就是对于travail这个动作来做了比较 对吧 谁做的更多 travailboku travailplus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比较好的概括 plus或者plus这个词的发音了 那么刚才给大家的那八个句子 我们就可以通过练习自己来做一做了 来做几道练习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 做完之后我们来简单的讲解一下这几个练习吧 一起来跟着我读这几个句子 第一句 il travaille beaucoup plus que nous tous 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呢 很简单 他是不是在对一个动作进行比较 travail il travaille plus que nous tous 他比我们工作的都多 在这个plus前面呢 又加了一个boku 可能是对于很多同学造成一个混淆的像啊 其实这个boku呢 就是更加强一些 boku plus 要多的多 总之我们只要判断出来 他是对于动词进行的比较 那用plus就没有错了 il travaille beaucoup plus que nous tous 其实这句话我们要读对啊 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首先plus你要读对 还有这个dus 我们注意 他这里是做泛指代词 来做同位语 对不对 那泛指代词 dus 后面的这个s也是需要发音的 同学们刚才自己读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呢 et puis我们看第二句 le dauphin est plus intelligent que le mouton 非常简单啦 是说海豚比羊要聪明 plus intelligent 很明显对于形容词的一个比较 那注意和后面的连诵就可以啦 第三句呢 可能会难一点 但是这句话非常的实用 所以我也放在这里啦 这句话是 j'en peux plus j'en peux plus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 在口语当中 把ne plus里的ne 给省略掉的情况 那这句话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j'en peux plus 比如说 我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了 j'en peux plus 我真是筋疲力尽 没办法再干下去了 所以这里的ne plus 其实也用到了 不在 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不对 那他还可以用在 比如说 半夜三更的 你楼上那个人 老是开party 搞得你睡不好觉 一个月以后 你可能就会大吼 j'en peux plus 我受不了了 无法忍受它了 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 那我们经常看到呢 他会把ne省略掉的 其实这里用到的一个表达方式是 n'en peux plus n'en peux plus 就是指筋疲力尽 或者受不了 吃不消了 所以这一个表达呢 我们可以记一下 那既然是用在 ne plus这样的否定结构当中 所以他后面的s 也是不发音的了 接下来的一句呢 我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做对 对吧 un peux plus s'il vous plaît 虽然这句话说的有点 不清不楚的 但是呢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他会用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 我们去餐馆吃饭 服务生问您 要不要再加一点酒 或者咖啡 或者茶之类的 你可以说 un peux plus s'il vous plaît 其实他是省略了 后面的内容 un peux plus de café un peux plus de thé un peux plus de vin 等等等等 所以这句话呢 作为一个省略的内容 但是我们也要能够掌握 un peux plus 经常会省略后面的 de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能够理解 他的意思就是 再来一点 再多加一点 然后第五句呢 然后第五句呢 non désolé il n'y en a plus il n'y en a plus 不好意思 已经没有更多了 这里的on呢 肯定也是指代 之前提到过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用到的也是 ne plus的 否定表达方式 第六句 ils ont retourné la télé pour ne plus la regarder 非常简单了 他们把电视关掉 不再看了 pour ne plus la regarder 我们也看到 在对不定是 regarder 进行否定的时候 ne plus 也是放在动词的前面 而且它 而且它是放在动词 和代词的前面的 对不对 直接跟在pour后面 pour ne plus la regarder bien le septième c'est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de plus en plus 这个表达 我们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这真是越来越难了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对形容词的 一个比较 这句呢 原本不难 但是因为 它在pour的后面 加了一个副词端语 du tout 来进行强调 所以可能 就让有些同学呢 比较纠结了 其实这个du tout 我们知道 它的意思是 完全不 对不对 用在否定当中 比如说 je n'aime pas du tout 什么什么 我一点都不喜欢 这个东西 那这里呢 同样 它是用在 ne plus的后面 je n'ai vraiment plus du tout envie de continuer 我一点想要继续的意愿 那有些同学说 嗯 我可不可以说成是 je n'ai plus d'énergie 我不再有能量了呢 把那省略掉 不是也能理解吗 如果这句话是单独出现的话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前面有一个条件状欲从事 对吧 si je prends un bon petit déjeuner 如果我吃一顿棒棒的早餐 那我就会更有活力 从逻辑上看 肯定是更有活力 而不是说我吃一顿棒棒的早餐 反而就没有活力了 没有能量了 对吧 所以根据它前面半句呢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这里是更多的 plus d'énergie bon 那经过今天的学习呢 同学们应该对于 plus plus这个词的发音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吧 那以后我们再见到 它在句子当中出现的情况 就能够比较正确的 来读出它的发音了吧 那么就能够比较正确的 那么就能够比较正确的 医生宝会